因《國安法》案件被還押近一個月的鄒幸彤 由籌車押送到西九龍裁判法院 他否認控罪 控方不會傳召證人 但將依賴鄒幸彤 今年5月29日Facebook及Twitter的貼文 及6月4日於《明報》刊登的文章 控方認為這些文章屬善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選擇自行抗辯 他表示不爭議攝氏文章由他發布 但會爭議文章內容是否構成線畫 警方禁制集會的決定是否違憲 以及案件的檢控是否限制其言論自由 認為是政治檢控 裁判官陳惠敏指法庭不會考慮政治因素 只會根據法律作出事實的裁斷 鄒幸彤反駁指 警方是否有合法目的屬法律問題 對於爭議文章內容是否有煽惑他人的意圖 裁判官稱 沒有人知道你怎麼想 除非開了你的腦 表示會根據鄒幸彤的證供作出裁斷 控辯雙方未能就承認事實達成共識 裁判官陳惠敏將案件押後至明早再審 就這樣做了 這件事有意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